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达梁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志愿者 杨栋梁志愿者 《知足》的学习 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晰的教导 当我要提及到 《知足》的学习的时候 我一定要提一个人物 就是若白 在《若白记》第一章里面 提及到约伯去话 我赤身出于无胎 也必赤身归回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 由此可见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上 并不是带任何东西来 我们是一无所有来到这个世界上 既然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今天我们能够拥有的东西 其实都不是我们应分得的 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上的时候 我们是身无一物的 所有现在我拥有的 都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赏赐 上帝的供应 而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人生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到 我们的人生就可以有一种知足的人心 因为无论你今天领受的 是有一百两 是有五十两 是有十两 其实你所拥有的东西 都是已经从零开始 是加过给我们的 有这种心态的人 他就学懂得如何来到去知足 要去感应 所以在这一段 我们要去学习 若白在里面所提及的教训 给我们有非常宝贵的学习 接着我亦想和大家提一提的 就是在圣经里面 亦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都是属神的儿女 是蒙神所爱的 亦是蒙福的儿女 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的谨记 就是既然我们是蒙福的儿女 我们也要有一种知足的心 你想想 今天你和我信了耶稣 得到神的救恩 可以成为上帝天父万王之王的子女 你说我们的身份是多么尊贵 是多么蒙福 还有在实际的生活上 遇到有难题 遇到有困惑的时候 我们也有出路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祷告 倚靠神 仰望神 在这些书 我要向大家讲一个例子 有一位很爱主的弟兄 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做的生意的数额都不少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几年前 有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 这位弟兄当年 他心里有很大的挣扎 到底我还接不接一些生意的订单 在他遇到一个金融风暴打击的时候 他心里有很多的酬趣 很挣扎 到底应不应该去做 在那一刻他很感谢神 他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 是蒙福的儿女 在他遇到一些困扰 一些挣扎的时候 原来他可以祷告 透过祈祷 他把这个问题交托给神 好像遇到一个出路 所以这位弟兄 祈祷完肚之后 他心里的思绪平静下来 后来他又做了一个决定 决定不再去接任何订单的生意 因为他知道 如果一接了之后 他要付出的代价很大 很感谢神 果然间在他人生遇到一个很大考验的时候 他透过祷告以靠神 就是有一个出路 令到他在金融风暴当中 不至于招致很大的损失 在他的人生经验当中 他发觉 做神的儿女真的有福气 不需要为很多事情 来对他担忧 甚至背起不必要的包袱 所以鬼顶节目们 我们需要去学习一个的认知 就是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是蒙福的 所以我们有一种知足的心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 那个知足的生活呢 在实践上面 我有几项建议给大家的 第一 我会鼓励大家的减薄的生活 因为减薄的生活 令到我们对物质的追求 是可以淡化了它来的 只要我们留意一下 在生活当中 有哪些是我们实际需要的 或者基本需要的 而有些可以当是不一定需要追求的 甚至有些会是一种属于奢望的东西 我们去辨识 我们的人生里便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平时穿的衣服和鞋 这是我们的基本需要 当我们有了基本需求之后 其实我们不需要等于 我们要购买很多名牌衣服 购买很多名牌的鞋 这些就成为了我们一种的妇女 曾经大家都见过 我们那位贪污的总统 马赫斯夫人 她拥有的鞋有三千多对 你觉得这种人生是否一种很奢侈 和一种很虚浮的人生 所以我们要学习 知足的人生是要过一个简樸的生活 当有人懂得欣赏和感恩的时候 他自然会有一种很知足的心态 曾经有一位农夫 他觉得自己的农庄太小 不够用 而且又太简陋了 他觉得自己的农场已经太旧色 不如索性卖了它 然后换一个新的农场 于是他将自己的旧农场 卖给一个地产经理 后来他再去看报纸的时候 他想找一个新的农场 突然间发觉报纸有一个广告 写得很清楚 有一个新的农场 交通很便利 里面的设施很齐备 甚至里面的资源配套 都是非常足够的 当这位农夫看到一段广告的时候 很兴奋很醉 打电话去地产公司问 到底这个农场在哪里 他就很想去买 于是那个经理就带这个农夫 去看这个农场 谁不知他看到所谓 卖广告的农场的时候 一看原来这么熟口面的农场 原来这个农场 就是他自己上个月卖出的农场 因为这样的农官 他自己内心真的感觉到很唏嘘 原来他以为可以找到更大的农场 原来更好更大的农场 就是等于他以前自己的农场 不过当时他不懂得感恩 也不懂得欣赏 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真的要学懂得 对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有一份的欣赏 和多加的感恩 那我们的知足心 就肯定会增添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接受的是 原来我们凡事都是没有完美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世间上所发生的事情 总是有它的利益 有它的利处 也有它的弊处 在当中 既然是没有一个实存实美 有一个完美的结果的时候 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 我们的要求 我们不要把标准认得太高 如果把标准认得太高 令到我们达不到标的时候 我们最后自己的人 会感觉到很挫败 很多时候都会忽略 就是我们不懂得来 去接受现实的状况 原来上帝 比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恩典 因为按着我们的能力裁缸 是比我们有不同的资源 有些人 上帝会比他有更多的资源 有些人拥有的资源是很少的 但是我们不需要 因为这件事情而紧紧于环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每一个人的 背负的能力 和他的权利都是挂钩的 如果他的能力达不到的话 他拥有的东西 如果是负荷得太重 相反对他来说 是成为一种淡子 一种包袱 甚至因为要追求 没有可能达到目标 你会感觉到那一份压力 是加倍压在自己身上 这样你又失缺了一种 喜乐的人生 而且你永远都不能享有 一种枝足的人生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需要对一些完美的概念 有一个适切 一个中庸的看法 免得我们也都在压力 和淡子当中很难去面对 以至失去了一个喜乐的人生 我们既然知道 凡事没有完美的时候 接下来我会建议大家 去学习操练的 就是要接受现实的状况 由于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能力都是有不同的 有些人的能力 可以背负重一点的淡子 有些人的能力 不能够背负得太重 所以每一个人 上帝给他的托付 给他的恩赐、财降、挑战 都各有不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所拥有的 你所得到的一些资源 是少的时候 你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 是有一种抱怨 因为上帝是明明知道 我们的处境 只要我们知道自己的实力 去到哪一处的时候 就按我们的能力去做 这种接受现实的状况 使我们的人生 是可以活得快乐很多 甚至减少了我们 对自己的挫败 挫贼 以至带领你很多抱怨的心 所以在这个操练上 我鼓励大家 每一个人都懂得欣赏 神已经给了你的恩典 亦感恩 亦懂得去学习 凡事都是从一个积极证明去看 如果你能够有这种心态的时候 我相信你就可以拥有一个真正满足 或者一个知足的人生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原来我们为什么会失却了一种知足的人生 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有时有一种妒忌 这种妒忌就是告诉我们 我很多事情都好像很欠缺 所以我就有一种妒忌的心 又或者可能你根本不是缺乏的 你是足够的 不过你自己认不住自己 一定会有很多的欠缺 所以你亦产生一种妒忌的心 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要去常常的反思一下 我们到底是否真的缺乏 如果不是的时候 我们应该常常抱着一种知足的心 无论是怎样也好 你要常常的谨忌 神已经将心灵的附足赐给我们 当我们拥有这个心灵的附足的时候 我相信你和我 就可以享有一个知足的心